你看,她十四岁,被你送走的我的孩子也是十四岁 这里呀,以后就是你的家 走开,小偷 你呀,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 我照着来不需要我一个好人,也不放我一个坏人 他今天上午要卖我呢,这个家不能算 弟弟妹妹们没有家,这就是他们的家 你接着有三口六鼻,你也撑不起这个家 一个意外的生命,引燃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一次次善举,组建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善良,坚韧,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 妈妈,你疼,只要我有 你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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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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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前行的路上,有爱就有家 他们也都是我的孩子,一个都不存在 这个以后就是你的家 我就是你的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九集的亲子迷你剧 《我想有个家》 今天是第三集 在前边的故事里边 我们讲到主人公冯秀琴跟王志明 十四年前在路边捡到了一个 被人遗弃的女婴 而从此开始呢 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收养孩子 帮助孤儿 那么夫妻俩一共到目前为止 收养了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孤儿 很多人说这个收养孩子 这养孩子那可是个费钱的事 这两口子可偏偏又没有钱 黄秀琴呢 摆了个煎饼摊 晚上给人擦车洗车去 挣点钱 王志明呢 在工地上干活当搬运工 这家人日子过得是别提多难了 可是啊 他们还是倾尽所有 让每个孩子都过得很幸福 但是现在这个家庭正在遭受着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打击 首先是他们收养的这个小女儿小薇 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治病得三万块钱手术费 与此同时呢 丈夫王志明在工地上打工 结果把腿给摔坏了 长期卧床质量 这又是一笔费用 而且看不到头 工地上单位给了几千块钱 所谓的聚机 然后就把他给推回了家辞退 而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口子啊 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们呢 这个大家庭是租人家的房子住 这房东呢 叫牛友礼 但是牛友礼这人有个坏毛病 我一下子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现在人家呢 债主子上门逼债来了 牛友礼一看说 对不起 那您把房租还给我了 而且我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们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王志明非常的绝望 冯秀琴当然 他还是一贯的乐观坚强 要坚持下去 那么这一家人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他的坚持之下 度过难关呢 这家人的希望 又会出现在哪里呢 根据来医院 确诊这结果 您这孩子 有先天性心脏病 得要尽快动手术 会有生命危险吗 如果不尽快动手术 会有的 我看啊 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行 谢谢大夫 行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好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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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打破 这怎么回事 别提了 牛友李带着债主 上门随房子 他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你就不能给他讲一讲 才还咱们几天吗 讲什么呀 我这大老爷们脸都丢尽了 还好意思说 人家牛友李挺好说话的 好说话 他带了一个债主 要拿刀砍他手指头 我能不管 这不可能 要他们这么一闹 钱也没了 还得搬家 要不行 把孩子送走了 黄金 我还没死呢 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我说话没听见的 说话 听着听着 还知道了 黄金 什么呀 谁 什么呀 怎么又是呢 他是我弟弟,我是他哥 哥,我回去 他有哥哥大弟弟的 孩子,我告诉阿姨 孩子他不认识你 你出去 你走走,要不走我就报警了 你等了 孩子,你赶紧回家吧 行,先给阿姨去 妈妈,这是新来的小姑姑吗? 他为什么不说话? 你会说话吗? 那你多大了 八岁 那个是你的小哥哥 那边是个小姐姐 这是你们的小妹妹 还有小弟弟在那儿 这里啊,以后就是你的家啊 这里啊,以后就是你的家啊 你吃饭了 你这个小姐姐 我去小姐姐 你去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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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小姐姐 你去小姐姐 走 又看看 这就是你的家 喜欢吗 那阿姨 给你洗倒点水喝 行吗 走开 小偷 未来 不许欺负小丽姐 反正她还要和你睡呢 她是小偷 走 走走走 好 再来 我过来 不许欺负小丽姐 过来 不许欺负小丽姐 妈 妈 她是小偷 咱家不能留坏人 这谁啊 这一个新来的小偷子 她不会说话 怎么又来一个 你还想要这天过不过呢 你看这孩子多可怜 半个人打了半脸都是血 那就添上筷子 这孩子就有一个天了嘛 不许欺负小丽姐 你说的容易 添上筷子 你没提谁啊 我现在都成这样了 还留 还留 你留吧 你留我走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你解开 哎呀哎呀 你行呢 还要解开我 我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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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快快快快 快 小丽 小丽 如果我的女儿还在的话 也是这样大的面子 你看 我十四岁 被你送走的我的孩子也是四岁 你不敢他去吗 你为什么不敢他啊 是谁把我害成这样 是谁让我每天都在找孩子 我对不起 是谁让你一步 你为什么让我看你 是谁让你 啊 来 给他探来喽 别探着啊 妈 你伤口还疼吗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先换一个 来 拿个去给你吧 你想不想要啊 我最爱吃疙瘩糖了 来 我帮你盛吧 真滚 快吃吧 还有我 还有我 好好好 还有你 我知道你的小偷 别想咱们想偷东西 快进去吧 小偷偷吃得真快 妈 我不吃 来 给我吧 你赶紧吃啊 来 我问你怎么不吃啊 你不最爱吃的吗 大明啊 你这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你不欣赏你自己啊 我还欣赏你呢 你闻一下 来 我喂你行吗 你不吃了啊 你不吃了 我吃了啊 我吃了啊 吃吧 大明啊 大明啊 别生气了 这孩子来都来了 咱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 咱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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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事 咱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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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睡觉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 是不是小哥哥说你了 你不是个坏人 你呀 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 只要你堂堂正正的做人 你就不是一个坏人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 我 就是你的妈妈 妈 你有名字吗 你怎么还没梦呢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还没睡觉 我现在就把你这样子 那样子 你怎么还没睡觉 你怎么还没睡觉 我现在就能睡觉 你怎么还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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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玲 对吧 真好甜 谁给你娶的 妈妈 乖 杨玲乖 爸 我把饭热了 给您放这了 爸 你就原谅妈妈吧 妈妈多不容易啊 您不应该对她发火的 这个家里这么多事 她从来都没发过火 爸 我知道 您心情不好是因为生病 可我们都会照顾您的 不过我要告诉你 这个家不能散 弟弟妹妹们没有家 这就是他们的家 爸 那我先出去了 有什么事 您就再叫我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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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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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对那些孩子们来说 那就是一个家呀 那个时候 你的病 你靠我 我靠谁呀 前一天 你看呢 说不是我 现在啊 我们家里这种状况 我失业了 冯秀贤 你今晚的身体 你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你这种状况 你这种状况 你又赖我呀 爸本来就心情不好了 你还非说杨林是小偷 就是小偷 我还见过他偷东西呢 你要不把他带咱家来 那不好了吗 妈妈说了 他那是被人骗的 他那么小 要是有个家 就不会当小偷了 我不管 反正我赵北来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王大哥 你可不能怪我 这么说呢 你在我家住了也有六七年了 也是老街房 也有感情了 你小子 还知道感情了 大哥 你看你这说的 你也得替我想想 我不像你 有把子力气 当然了 现在你比不了我 我也得吃饭不是 你说我这房子租给你 是不是便宜 我这个人呢 手心里讲道德 只能怪我手气不好 我得认赌服输 我呢和你不一样 有一对孩子 我要是有个三朝两转 我妈可怎么办啊 兄弟啊 我这什么人 这么多年你也知道 这要不是家里真有文处 我能欠你房钱 要不是给小微治病 我也不可能欠你钱 你说你昨天带人来这么一样 让我走 大哥 和你这么说嘛 你欠我八千块钱 我欠徐守峰一万五 他可是个恶霸呀 哎呦 你给他那三千块钱 三天之内我要不把钱再还清 他可真占房子呀 那你看我喜欢这种情况 商场给你做八千块钱 话是这么说 可徐守峰 他不吃这一套啊 我不能为了您 把我自己的小面都丢了吧 王大哥 王大哥 我是真没这儿呢 要么呀 你搬走 要么呀 你就赶紧付钱 咱以后也东西都乱 你给我压医付三 搬搬搬 你让我往哪儿搬 你以为我不想搬了 哎 要我说啊 你快呢 就换在这帮孩子身上 那一个梗 我东西走在哪儿 姐姐姐姐姐 我也要听 王大哥 现在养个孩子啊 多费钱 要么得计划生育呢 你说那些不沾亲 不带雇的 你图什么呀 要我说啊 你呀 有个厌培 再加个未来 两个孩子多好啊 其余那些呢 你全都给送出去 你们也不至于这么苦 送出去 嗯 嗯 你以为我倒是小钱啊 哎 还真有 要孩子多了 还有猪的呢 猪孩子 嗯 正儿八经呢 民间艺人 那两个小不点啊 你就给他送出去 一年 最少也能给你收个万八千的 到最后啊 还能学一身 民间的技能 什么技能 反正啊 你也别管了 我也不懂 要不这样都 我把人呢 给你叫了 他们怎么租呢 由他们定 你呢 收了钱 交了房租 你就踏实住着 我呢 就把徐鲁峰那个窟窿给堵上 让他滚蛋 这就踢了 爸爸爸爸 那你不要卖掉我 我也不能 出去 你要喝醉酒了是不是 可以 吃吗 谁想要你的花生米啊 我这样子 我出去吧 好 好 爸爸 爸爸 爸爸今天上午要卖我吗 他真的这么说吗 今天上午跟着年龙李叔叔 在屋子里坐着 然后呢 爸爸就说 他的病老是治不好 都怪那些孩子们 我要把他们给卖了 妈妈 你可不可以劝劝爸爸 让他们不要把我们给卖了 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妈妈妈妈 我也不去 我也不去 你们哪也不去啊 你们也和妈妈在一起 你看她 大家怕 都不走啊 妈妈不会让你们离开我的 妈妈 我们一起生活 妈妈 爸爸 爸爸 快 快 你还躺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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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点啥 说 我给你坐去 多久 我要喝酒 你由李拿来的酒啊 少喝点啊 怕没喝坏了 有 严配班主任说 严配考上重点高中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学校呢 还帮助 申请补助呢 学费便宜不少呢 等年配上了大学 咱们就轻松了 大明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咱们再咬咬牙 闯过这一关啊 我呀明天就出套 家里让娘灵看着点 我问了 她在明年上学呢 大明 你呀 踏踏实实在家歇着 我连煎饼带擦车 请请也就够了 但是大明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许再听牛里的话 不许 在大孩子们身上的注意啊 爹妹 大明 大明 快说你想吃啥 我去坐 你呀 感谢观看 来大姐 再来 好的你的也好了 再来 妈 你来怎么来了 妈 你晚上还要干活 白天起来还要卖早点 太累了 妈不累 妈 要不然以后我帮您吧 家里没事吧 没事 小杨林啊 看看他们呢 未来 不想欺负弟弟啊 妈 我觉得咱还得注意点他 我照过来不约望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还注意你呢 你还注意他 见到密西点吧 我没愿望你吧 妈 我擦了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好 赶紧走啊 上学去吧 妈 那我们走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拿走拿走 拿走 拿走 走走走 你以为我走的小姐啊? 还真有 要孩子多了,还有租的呢 租好啊 那两个小不点你就给他送过去 一年最小也能给你收个万八千的 喂 小妖儿 昨天说那个事 真的不定了 小杨林被徐守峰等人控制 强迫他去行窃 这个行为呢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也已经讲到了 他属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自然管理活动罪 根据我国的刑法第262条的规定 这个行为呢可以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 可以判处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这马仔在小杨林拒绝行窃之后 对他拳打脚踢啊 这杨林呢 受到的伤害达到了轻伤害的一个程度 马仔的行为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刑法234条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行为呢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小微的病呢 还急需三万块钱的手术费 一直没有解决 这是大家呢非常关心的事情 王志明受伤在家被单位辞退 这一家人房东又这个推着他们交这个欠下的房租啊 现在这钱从哪来 这一家人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虽然咱们前面讲了这冯秀琴很坚强很乐观 可是这个你得把钱拿回来 把馒头买回来 这一家人要过日子 现在怎么摆脱困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啊 现如今这一家人 已经到了崩溃的最后的底线了 牛友里推波助澜 劝说王志明说你都这样了 这孩子咱就送出去吧 王志明经过了一夜的增加 他最终决定 接受了牛友里的建议 王志明和牛友里 如果真的是把这孩子送走了 他们俩就涉嫌触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叫做拐卖妇女儿童罪 可以处五到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这个罪情节严重 可以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无期徒刑 这个罪的最严重的判法 拐卖妇女儿童罪 可以判处死刑 那么接下来这一家人的命运 又会何去何从呢 这个孩子真的会被王志明送走 还有冯秀琴如果知道了这一切 他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你爸爸这是问你们好 你家给太大了吗 爸爸累了吧 爸爸这有钱 你就是病了 爸爸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帮我累钱 我给你瓶油 就通了 你哪来的钱 你们这是 是我们公司赶快去学习 校长跟我担心 上哪出那么多钱 我还能吃 尽快带他做手术吧 大爷爷 您的份算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